说完欧洲战机我们再来看一看 一直在国产隐形战机上 油爆琵琶半遮面的日本 最近终于是一感常态 在月28号这一天 第一次向外界公开了 它首架国产隐形战机 那么就有日本媒体发言说 本国的隐形战机技术 已经超过了美国 那么这究竟是不是在自吹自雷呢 日本首架隐形战机到底什么来头 提到日本的隐形战机 很多人脑海里会冒出心神这个词 没错 当地时间28号下午 在三菱重工位于日本中部艾芝县的工厂里 日本防卫省第一次向外界公开的 正是此前已经受到高度关注的心神 据日本媒体披露 心神是富士山的一个别称 最早是防卫省内部 对隐形战机项目的称呼 不过现在 日本官方已不再使用心神这个名字 而是用先进技术时政机的称呼 取而代之 当天出现在媒体面前的战机机身 主要采用白色和红色的涂装 与日本国旗相呼应 驾驶舱下方标有001的字样 实际上早在2014年 日本一家电视台就曾获准进入三菱重工的工厂 但当时出于保密 在最终播出的画面中 战机的很多关键部位被打上了马赛克 但这一次日本官方没有再遮遮掩掩 心神到底有多神 防卫省官员还只是模糊地说了一句 心神的技术水平很高 但日本媒体早已陷入癫狂 保守派媒体《产经新闻》更是打出了这样的标题 日本版隐形战机超越美军五代机的心神 日媒认为 这款国产战机的最大特征就是隐身能力 尽管防卫省不愿透露细节 但心神的雷达反射面积 据称比一只麻雀还小 日媒认为 这说明心神至少能与美军的F22相匹敌 因为F22的雷达反射面积 相当于一个棒球大小 日媒还对心神的机动性能赞不绝口 称目前大多数战机无法完成的动作 心神都能轻松做到 不过真正让日本舆论兴奋不已的是 这款战机的国产化率超过90% 每日新闻等媒体就披露称 虽然心神是由三菱重工负责组装 但实际上参与该机型研制的日本企业超过220家 其中机体部分由三菱重工制造 机翼出自富士重工 飞机搭载的两台发动机则由IHI公司生产 心神真的有日本自己吹的那么神吗 从外形来看 心神机体全长14.1米 一展9.1米 日本作卫队现役主力战机之一的F2 全长15.5米 一展11.1米 而美军的五代机F22 全长更是达到18.9米 一展13.6米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心神整整比现役的先进战机小了一圈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是 心神没有搭载任何武器 外界也就无从得知它的攻击能力到底如何 按计划 心神将在2月首飞 朝日新闻报道称 如果首飞成功 日本将成为继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后 第四个掌握隐形有人战机的国家 但美联社则认为 日本已经跨入了隐形战机俱乐部的大门 日本到底有着怎样的野心 很多人以为心神就是日本的下一代战机 但实际上心神只是一款验证机型 不会服役 日本的想法是 在研制新神的过程中 逐步积累各项先进技术和经验 最终在2018年左右 决定自卫队的新一代战机F3 是纯国产 还是同其他国家联合研发 日本这么急迫地想要更新换代 一方面是出于安全战略的考虑 近年来 日本舆论一直热衷于炒作周边的安全威胁 尤其是中国威胁论 有日本网民曾制作视频 假想中国与日本在东海发生冲突 中国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殲-15 能完全压制日本自卫队现役的主力战机F-15 自卫队不得不出动国产的新一代战机F-3 加以应对 日本政府也有意助长这种论调 在防卫省发布的最新版防卫白皮书中 日本声称截至2015年3月31号 中国拥有的歼10 歼11等四代战机的总数已经超过700架 而目前作为队配备的四代机F-15和F-2 只有不到300架 数量上远远跟不上 日本便试图通过质量取胜 那么我们讲说到日本 其实它始终都是私长着军事大国化的这种野心 那么有一个国家 我们看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方面在军事上装备上 常年是给日本给予各种各样的帮助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又对于日本的军事动作是处处提防 日本自卫队现役主要有三个型号的战机 F-4 F-15和F-2 其中F-4服役时间较长 正在被逐步淘汰 日本政府已经决定从美国购买F-35替代F-4 F-15是航空自卫队现在的骨干力量 而防卫省计划以新神为基础 研发的新一代战机 则是用来取代F-2 而在日本人眼里 正是F-2这个机型象征着日美两个盟友之间 看似牢固 实则复杂的关系 原来早在上世纪80年代 日本就有独立研制国产战机的计划 但当时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逐年增加 在美国国内要求对日强硬的声音甚嚣沉上 美国对日本不断施压 日本最终放弃了独立生产 转而与美国联合研发 从最后成型的F-2来看 其外形与美军自己使用的F-16非常相似 这一次 日本重新动起了自行研制战机的念头 而美国因素再次成为了关键 有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叫嚣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任期 还剩一年不到的时间 已经成了跛脚压 日本应该趁现在赶紧敲定 新一代战机的国产化战略 如果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选出了一位强硬派的领导人 日本的战机国产化就更没有机会了 实际上 美国对日本一手拉一手房的做法 在F-35的采购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日本政府决定购买42架F-35后 美国也投桃报李 将日本作为F-35在亚太地区的后勤保障基地 换句话说 今后韩国等亚太其他国家采购的F-35 如果需要维护修理或者升级 都要在日本进行 但另一方面 在战机的元代码等最核心的技术领域 美国始终拒绝对日本开放 日本要现在重新打造一个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 它要摆脱美国的控制 目前为止 这种经费投入根本就不可能 它没这种可能性 而日本政府也要求日本的一些军事工业 三菱政工这些军工企业 要保留国防工业这部分 但是三菱政工它没有利益要保留 因为不挣钱 每年日本政府要从 纳税人钱袋里拿出大量的水楼 来补贴这些国防工业 它才能够狗眼残喘生存下去 好了